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华与严重的综艺肯定是跑男节目 嘉宾阵容一直变化 观众渐渐觉得跑男不是原汁原味了 从而大家总觉得跑男节目可追不可追 可幸运的是姚依天导演还懂观众的需求 一些热剧男女主必定会被邀请上跑男 比如白鹿 周杰琼和张彬彬等人 在上一期节目中 张彬彬愣是凭借帅气长相和话题吸了一波热度 从而跑男收视率高涨了不少 加上卑鄙随口一句 大甜甜上综艺噱头满满 跑男又瞬间变得有趣极了 周杰琼 郭麒麟强势来袭 可问题来了 上一期节目的嘉宾很给力 张绍涵也为节目吸引了一波关注度 但出遇在前瓦石难当 姚依天导演想要提升收视率 下一期的嘉宾阵容不能马虎 然后翻看节目预告 原谅小兵我都要坐不住了 导演竟然邀请到周杰琼上综艺 这回严控粉丝有眼浮了 可除了周杰琼之外 老成员郭麒麟也强势回归 大家意不意外 激不激动 虽然说邓超 热巴 陆海 以及陈鹤等人不能回归跑男节目 但是郭麒麟作为飞行嘉宾回归一期节目 观众肯定是能解决遗憾的啦 杀郭菜组队合影 在预告中 郭麒麟竟然成为了团宠 一开始嘉宾进场的时候 嘉宾们都是两两组队 但沙翼组队周杰琼 baby组队黄旭熙 而郭麒麟竟然组队蔡徐坤 两个不同颜值和气质的帅哥同框 画面太有杀伤力了吧 值得一提的是 蔡徐坤黏住郭麒麟不说 就连老成员沙翼 她也忍不住要跟郭麒麟合影呢 不难看出 郭麒麟在跑男节目中 是属于一个比较受宠的嘉宾 而在合影中 两个人都是面带笑语 然后脸贴脸自拍 这父子党即视感也是没谁了 可蔡徐坤跟沙翼相聚 跟郭麒麟合影之后 三个人又忍不住站一块合影 不愧是沙锅菜组合 即使郭麒麟录制跑男节目后又退出 如今郭麒麟作为飞行嘉宾回归跑男 可三个男人的友谊一点都没有变淡 反而抱作一团合影 看来娱乐圈还是有真友情的 蔡徐坤组对郭麒麟太异常高兴 此外 在下一期跑男节目中 看到郭麒麟回归节目 蔡徐坤本人也是十分激动和兴奋 玩游戏的时候 蔡徐坤一直捉弄郭麒麟 好端端的一个高冷男孩 愣是变成了矛头小伙子 足以看出郭麒麟对蔡徐坤有多重要 这不 蔡徐坤跟郭麒麟一直组队玩游戏 可之前几期节目中 蔡徐坤总是给人一种有心事的错觉感 如今郭麒麟回归节目 而蔡徐坤跟郭麒麟组队玩游戏 可她非但约束自己 反而整个人放飞自我 甚至给人一种好朋友不分离的即使感 观看预告我就等不及了 但回头想想 蔡徐坤 郭麒麟和沙翼三个人 又可以组队玩游戏 当事人自然是觉得很高兴 要知道三个人组成了沙锅菜组合 之前彼此一次玩过了很多游戏 可以说大家都是有兄弟情 郭麒麟缺席录制 蔡徐坤自然有些闷闷不乐 如今郭麒麟回归 蔡徐坤哪能不高兴呢 好意思